这期继续讲闯上海第十八篇,又是到了晚上,尼古拉全家七口都在主卧之中,已经没有了守卫盯着。 齐六斤恢复了华人的面孔,年轻而又帅气,突然出现在他们房里,打开了台灯,说道。 我知道,你们不一定会中文,不过英文应该有人懂。 这是一份合作协议。 一份长长的A3纸大小的合约写着中、鹅、鹰三种文字,上面正好写着出售乌苏里州及混同江以东的土地,包括库叶岛卖给龙岗自治岭,属远东盛华财团,价格正好是一百万卢布。 龙岗自治岭会支持尼古拉建立东沙鹅。 全家人都在思考着,并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否定内容。 能告诉我现在我杀鹅的情况吗?尼古拉无奈伸皱着眉头,用英语问道。 可以,邓尼金与十四国联军在与苏鹅打,远东现在也有联军快打到了赤塔。 你应该指缘下西伯利亚的高尔查克控制的几十万散军,应该很快会被打败。 齐六金递了一根烟过去,也不着急,你死不死与我无关。 你认为我们应该在哪房可以防得住苏鹅的军队? 你的军队全部被收编,如果你活着,在伊尔库刺客可以死守,与之形成对峙。 还会组织起军队来形成东西对峙,不少人还是忠于沙皇。 东边没有什么人口,兵力不够,对方打呢? 尼古拉点起了烟,十分地丧气,不过全家死光,谁也不想。 我可以提供军火,兵你自己想办法,只要远东杀俄建立,加入协约国远东的联军,自然会退兵。 齐六金微微一笑,信心满满,这些人现在还是要脸的。 本来就是以护桥为名,现在来打劫了。 好吧,我知道,他们会杀死我全家,我们留在世上总会有人不放心。 签字吧,你全家人都要签字印上手印,我就能带你们走。 没有办法,为了活命,还是先出去再说。 随着众人的签名,印上红手印后,齐六金收了起来,这就是大义的名分。 能不能带上我的医生和庸人,皇后提醒道,有些不敢肯定人家肯不肯。 好的,我先去收拾收拾,给你们十分钟时间时间准备。 马上到地下室等我。 齐六金转身走了出门外,一把锋利的幽兰匕首出现,一刀一个直接割喉。 远一些的又有华伦天努一剑一个,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 十分钟不到,整幢楼里的守卫全部被幽灵式的他一个个噶掉性命,没有留下活口。 外面的就不理了,也杀不完。 地下室门口,十一个人已经简单收拾了衣物,看到齐六金缓步走了过来,已经放开了心怀,没想到华国会有这么一个高手。 推开了地下室的门后,从里面锁了起来,小心清理着痕迹。 然后用力推开了地窖中的墙,已经做成了隐藏的门,一个个人钻了进去。 齐六金最后,把墙边清理了一下,恢复了原状。 长长的地下通道中有着一盏盏油灯,很长,看不到头,他们一家人手拉着手,一直走了下去二十分钟左右,从洞口的另一端走了出来。 沙皇,一个俄国男子直径了一礼,他已经认出来,就是尼古拉。 你是?我是远东驻卢俄国总领事格罗瑟的官员,感谢上帝,终于把你就出来了。 谢谢齐将军。 尼罗克夫解释道,还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先走了再说。 收拾一下,全部换装,外面有一辆汽车,十分钟准备。 这时戴春走了过来。 提醒了一声,大家开始收拾。 尼罗克夫把牢房的钥匙放在关着民夫的门口, 明天他们睡醒,自然会开锁自己回去。 又把两万块分成二十个袋子扔在门口。 众人化妆成了苏洪战士,其他的也成了平民,看不出富贵样。 清理了一下,现在一共是二十一个人了, 小一些的和女的化成村妇,男的全是兵。 前面由尼罗克夫开车,戴春坐在副座之上, 后面的全在货车厢之内。 已经是快晚上九点了。 现在是六月中,算是到了有些凉意的夏天了。 刚刚到了火车站,马上有苏俄士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尼罗克夫敬上一礼,招了招手对方,拿出一张工作证, 好像是苏俄特别行动大队的少尉说道。 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有特别的任务, 押送一些人到百十敏司机市。 卫兵拿出电筒照了一下证件,也看了一下人, 的确是自己人,于是问道。 是什么任务? 伟大的弗拉基米尔安排的绝命命令,你确定要看? 说着,尼罗克夫拿出一份盖有萝卜章的红头文件扬了一下。 卫兵只是看了一眼有红红的印章和红头文件, 谁还敢查? 一摆手,拉开了关卡放行。 车子进去后,并不是时时都有火车出发的, 不过方向对了就行了,管它什么地方下, 现在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 过了百十敏司机后,就是白卫军的地盘, 到时候,就是沙皇室老大了。 一群人看到一辆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尼罗克夫快速地走了过去, 对着车站的工作人员说道, 等,一下,马上开门,我们要上车。 紧急任务。 一摆手,后面的持枪士兵纷纷压着平民走了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没有票不能上车知道吗? 工作人员比一道。 这是我的证件, 我们有特别的任务马上出发, 迟到了,我枪毙你, 尼罗克夫大怒,瞪了他一眼。 车站工作人员看了这么多兵, 拿着证件看了一下。 沃曹,是特别行动大队, 还有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印章, 能吓死人。 工作人员快速叫人开了门, 所有人匆匆忙忙上了车去, 连到哪都不知道。 现在内战时期, 车子主要还是运战争物资, 没有多少人。 一般都是军人多。 空位很多, 所有人一言不发, 找了位置就做好擦着自己的胸口, 害怕得要紧, 现在全是苏俄在控制着少请, 气笛响起, 火车向东而去。 车上, 一个尚未看向穿着尚未装的尼罗克夫, 带着一群的平民, 问道, 你们好,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去哪里? 我们是特别单位的, 要去秋名市。 特别单位, 这么神秘? 是的, 你最好别问, 大家都是苏红。 尚未拿口袋里的一百卢布, 反复看了一下后面总低着头的士兵, 他喵低着尼古拉, 胡子都不整一下, 现在这特点太突出了。 他越看越有些吃惊, 然后细心看了一下旁边的村妇 和其余的几个士兵。 感觉不是俄国人的特点, 大吃一惊, 就要想举报之时。 无影点血手。 齐六斤站了起身, 从过道处瞬间掠过他的位置, 胸前连点三下后, 尚未眼睛失去了光芒。 一动不动的, 齐六斤依旧向前走, 让人看他只是从过道中走过, 去卫生间放了一泡水。 大家正在想, 怎么弄死这尚未又不暴露之时, 看到老板路过人就不动了, 也只有高手才看清他的出手速度。 这就是六爷的点血手, 还好当初没用这招对付我。 官伟拍了下胸口, 低语道。 沈震天侧瞄了他一眼, 鼻一地, 回道。 别看我, 两年前他还不会武功, 接不了我一招。 嗯, 那你现在看他的速度和内力, 再和他试试。 我感觉这速度, 似乎与我相差一点点。 官伟左手伸出, 轻拍了一下他的右肩, 笑道。 能比这速度还快得十三太薄, 我没见过, 霍原甲也不行。 你认为你干得过迷踪全? 沈震天右手拇指与中指捏了一下, 侧目比一道。 我不就是说就差一点点吗? 我比霍原甲年轻, 能耗死他。 这时齐六斤从过道处走了回来, 这种能力看得几个村妇都目瞪口呆, 特别是尼古拉。 小公主塔倩雅红着脸低语问尼罗克夫。 先生, 这年轻人才多大, 真是华国的将军。 公主殿下, 这是齐六爷才二十岁多一点, 已经官至征东将军, 中将军衔。 我的上帝啊, 为什么二十岁的人就能当中将? 尼古拉都有点意外了, 真没想到这人不仅大胆, 还本是惊人, 更能不远十万里。 来救自己。 而且, 只是为了谋求利益, 如果当初他不答应, 也许杀他全家的等不到苏洪的人前来了。 杀掉整个别墅里的卫兵, 没发出一丝多余的声音, 应该是武林高手。 陛下, 别小看此人, 两年前, 他才子然一身来到上海, 要犯的那民中的一员。 尼罗克夫低语着, 连他也是十分地佩服这人。 你是说他的父亲不是大军法? 呵呵, 他从商业开始, 然后就是赌博, 现在是百乐门、银行、远洋公司, 甚至和英国人买下了一个自制领。 就像上帝一样, 开了挂的男人。 尼古拉右手抹了一下大胡子, 深深地思考着, 这个天才也许就是他能站稳远东的助手, 也许要与他结亲才行。 他又瞄了一眼自己的四个女儿, 大的二十二岁了, 小的十七岁与他刚合配。 深, 起六斤食指按在嘴上, 让他们不要出声, 现在还有零零星星一些人, 刚才的上尉被他用极强的内力点下, 每一个小时动不了。 最后他就会死掉, 最后的一击是死穴。 接着大家向车头的方向车厢走去, 他们要控制着车厢一路向东走, 这个车厢不能留下了, 已经快到了深夜十点左右。 学生官伟拿起一把大榔头, 把已经取下的两车厢之间的插销拔掉, 现在就是砸开两边的拉力。 随着两边牵引力不同, 后面的车厢缓慢离开了前面的车厢, 现在是夏天冷不死人, 你们后面的汁能自己走路了。 官伟与沈震天整脱后线的车厢后, 事不关己一样, 向车头的方向而去。 而前面的车厢只有了三个了, 司机很快发现, 远东铁路太长, 太长了, 长到一般的人无法想象。 绕大半个地球的铁路, 说起来吓人, 可以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亚历山大三世下令尼古拉修的铁路, 杀了人家全家男女老幼, 说得冠冕堂皇。 没有这个末代沙皇, 就没有西伯利亚铁路这伟大的工程, 没有这铁路大额就是西方的一堆狗屎。 想控制远东, 做梦, 今年派兵三年后还到不了远东。 而且我们华国也是因为战乱, 二十万华工被迫出国打工参与了修建这条铁路。 最后, 这反而成为控制我们华国的大动脉。 现在, 把沙额一分为二, 时间一长, 谁好谁坏就知道了。 只要有沙皇在, 他们就不会再安稳。 吃饭不花钱, 拼命搞生产, 傻子才会长久地坚持下去。 戴春及尼罗克夫几人, 缓不向火车头而去, 现在的烧煤火车, 你是过不了车头的, 要爬到装货车厢, 从顶上爬过去。 还要经过火车头后的装煤车厢, 工人要人工把煤产进火炉里烧, 产生的水蒸汽, 才能带动蒸汽机。 所以有一车厢的煤, 烧完煤了就没有了一样。 三个俄国人一定是特工,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身手, 弓着腰从顶上爬到车头处。 一长土火车头要两个司机, 起码二到三个产煤工。 随着四人持着M1911 从煤堆上一跃而下, 尼罗克夫大喝道。 不许动, 放下铲子, 举起手来。 我, 我们也是忠于疏红的, 不要开枪。 工人扔下铲子, 双手高高举起。 四人纷纷下来, 走向车头方向, 没人理这个铲煤工。 然后就是司机, 急休息的工人, 纷纷被枪顶着出来驾驶舱, 尼罗克夫冷冷地看向他们, 看向高举着双手, 眼神十分惊恐的正司机。 说道, 我不管你们忠于谁, 我问的是, 这车能最远开到哪? 先生, 这车最远只能到秋明, 是白卫军的地盘了, 我们不能过去司机十分地激动, 生怕人要杀了他。 听着, 现在我命令, 全速前进开去秋明。 不然, 你们全会被枪毙。 不行的, 我们开过去了, 属于叛逃, 全家都可能被杀。 尼罗克夫冷冷地盯了他一眼, 枪举了起来。 不开过去, 你们马上就会被杀, 执行命令。 你们不是苏红, 你们是白卫军, 司机吃惊道。 我们是谁不要紧, 主要是我们有枪, 开过去了我保证, 白卫军不会杀你们。 行, 这是你们说的, 要放我们走, 我们家人都在这边。 5. 屠古雷姆斯基区火车站, 火车驶进了车站, 可是并没有减速。 站里的人大吓一跳, 快速地闪起了灯, 命令着火车快减速准备停车, 两个工人已经知道有车要进站, 正要把火车轨道上的铁轨搬转向到另一车道上。 可是, 随着飞快到极限的车速飞来, 吓得两个工人快跑了, 搬转车道也没来得及。 火车一冲而过车站, 向东而去。 混蛋, 司机这是睡着了还是死了? 快打电话军队前面拦住, 他们要冲过控制区了。 值班人钟大骂着, 拔起电话。 可现在是晚上12点了, 谁他瞄低还会有领导接电话。 于是他只能打电话给警察局, 可惜人家也来不及啊, 这火车是发疯了。 而在车站建立阵地的苏洪军队, 只防对方冲过来, 没防自己这边冲出去啊。 此时, 后车厢内的一些人已经发现不对了, 一般会是在12点前到达地点的, 今天怎么过了12点还在加速, 刚刚他们也看到经过的站应该就是终点的。 怎么回事, 刚刚进站了, 到现在还在加速, 司机出了什么事了? 几个穿着军装的动了起来, 头也要伸出去, 四处看了一下。 这时官尾一个抱起这人一推, 人直接顺着窗飞出火车, 惨叫声都听不到。 你们想干什么? 几个穿军装的就要回到座位边找枪之时。 擒龙手 沈震天左右手带着风呼声, 冲向前, 两个182的北极熊被直接举起, 双脚不能到地之上, 不停地挣扎着。 猛虎硬爬山, 官尾一跃而起, 对着一个还愣神的年轻人, 带着一顶淡蓝色苏红帽的天灵盖之上, 被人一击而下。 咔嚓! 带着虎虎风声的一个重击而下, 男子直接倒地, 没了声响, 一滩血从帽子边躺流而下。 二郎单山, 官尾人已经冲进了余下的两人之间, 开门双顶肘, 再次向前一冲, 立地通天炮, 崩拳。 两个北极熊高大的身躯, 被双手一个崩拳冲飞而起, 直到撞击到火车厢的墙壁之上。 砰砰! 两个身影失去了知觉, 顺强而倒下。 而另一边, 沈震天左右手用力一合, 两人全身相互一撞, 砰! 双龙会! 两个北极熊像是玩具一样, 被人拎起, 相互撞了起来, 直到七孔流血。 沈震天把两人向空位置出一扔而去, 不知是死是活。 这两人, 干掉这么多人, 好像没事一样, 枪都没有使用。 只有坐着没反应, 翘起二郎腿吸着烟地感觉着, 无所事事的齐六斤。 眼神忧郁, 但很有神。 他脱下了俄国式的苏红军装外套, 扯掉了胡子等, 摸了一下自己还又细的胡须, 从背包里取出一套北洋军装的礼服。 真不知道这么大的白色顶鹰怎么装进去的, 换上了一套北洋政府的中将礼服。 一下子格局就不同了, 鹦鹉之气逼人。 没想到你真的是华国北洋中将, 这时的尼古拉长叹了一口气, 他自己也脱下了苏红的军装, 开始穿起属于他的破帅服。 过了这里就是白卫军的地盘, 必须强调他是沙皇, 不过现在情况复杂也要自保着。 公主与王子们也纷纷换起了贵族装。 包括官伟, 沈振天也纷纷换起了征北军军装, 官伟是少尉, 而沈振天达到了上校。 随行的俄国使者也换回了西装, 所有的苏红军装全没用了, 纷纷扔掉。 沙皇尼古拉二世, 这回车厢中的某一应该有些见识的人, 终于认出了这群人。 是我, 想不到朕又自由了。 沙俄是彼得大地数带人的努力, 打下的万里江山, 不是跳梁小丑, 可以随便算位的。 尼古拉阴冷一笑, 上位者的气势顺时, 蔓延而出。 不满整个车厢, 让人内心一颤。 尼古拉, 我并不是俄国人, 就你出来, 我的任务完成, 我们两人缘分也差不多了。 你是随我到伊尔库茨克, 还是去新西伯利亚高尔查克上将? 齐六斤递了一根滑字给他后, 整包香烟都递了过去。 不, 我们一家人走, 我怕见不到高尔查克上将, 四处是卖国贼, 很难让我相信。 我跟你去伊尔库茨克, 号召所有忠于沙皇的人, 报仇开始了。 尼古拉机动万分, 不过他也知道, 忠于他的人很多, 都成了卖掉他的人, 现在他连位队都没有, 只有跟着这些人才会安全。 好, 到了秋名后, 向全世界明码电文。 要求邓尼金, 高尔查克把所有兵力, 以伊尔库茨克为陪都建立防线。 到东西伯利亚的所有火车与车站, 都必须为这辆沙皇专列让路, 和补给。 好的, 我们是朋友, 我希望把我的十七岁塔倩雅公主与你结成姻亲。 希望我们两家结为亲戚。 嗨嗨, 沙皇先生, 我家里有三个老婆了, 虽然没有结婚, 不过你们的信仰与我们不同。 齐六斤无奈咳了一下, 他喵低, 这大洋马是很不错, 不过听说, 俄国人生了小孩就横着长的。 除了电影中叶卡捷琳娜就最为漂亮。 这时的小月瞪了他一眼, 一言不发, 有时候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看上了他, 他自己也陪了进去, 成了通房丫鬟, 不过人家对他也很尊敬。 齐六斤也在陷入着深思, 权衡得失。 这些洋婆子, 男女关系复杂, 男的有情妇, 女的有情人, 你搞你的, 我玩我的。 他喵低一夫一妻, 就这得行, 有失人伦。 齐将军, 我知道, 华国是一夫一妻多妾, 女子要三从四得。 我喜欢你, 我能遵守。 塔倩雅威威一个贵族里, 非常的文雅而又大方的体。 他知道, 沙皇家族, 他的继承权排到最后。 一旦嫁了这个牛人, 也许他以后就是塔倩雅一世, 更不会在乎他有多少个老婆, 他的弟弟有病应该活不了长久。 还是大家先到地方先吧, 你现在是空头司令, 要先建立你自己的卫队。 齐六斤无奈点了下头, 并不是贪这些异类, 不过把这人推到皇位之上。 以后他的儿子是不是能称之为 沙皇旗二世? 随着整列火车无限制地向秋名站, 也几乎用尽了最后一铲霉, 到了半夜三点钟。 众人终于下了车, 而车站里被人按起了警铃, 一对士兵衣服都没穿好, 纷纷持枪而来。 所有人放下枪, 这是沙皇陛下的专列, 马上通知这里的最高管理者和军官过来。 车站的电报室在哪? 尼罗克夫对着以为是来了苏红军队的人大喊了起来。 不过这一喊, 差点没把人吓死。 车站站长也随着一个排的士兵冲了过来, 不过听到了说沙皇, 他也是心惊胆战的。 心想沙皇不是被囚禁了吗? 这时, 一个少校冲了过来, 看着大胡子尼古拉一个敬礼, 此时他已经泪流满筋。 沙皇陛下, 我们已经有不少保皇党派人去救沙皇了, 死了不少人。 男人老狗地小气了起来, 不过看到一家子在这里, 激动万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古拉看到他的真诚, 也是十分地欣慰, 问道。 沙皇禁卫军第一师第二旅, 二团少校营长安德烈。 好的, 安德烈少校, 你现在是我的卫队长了。 现在是晚上三点, 立刻公开发电全国, 甚至全世界。 我尼古拉二世又回来了, 自由了。 令远东的协约国联军退出远东。 尼古拉抬起头, 左手插腰, 右手扬着, 激愤澎湃的大声, 再次喊道。 命令邓尼金元帅, 高尔查克上将收缩防线, 以耶尔库茨克为陪都。 为这列火车插上沙皇旗, 通向陪都的所有火车, 为这辆沙皇专列让路, 所有车站位专列加煤。 号召所有忠于沙皇的英雄, 奋起反抗反贼。 安德烈立正, 再次一个敬礼, 回道。 是, 伟大的沙皇陛下。 整个车站沸腾了起来, 有了最高的领袖士气, 就是不一样,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打仗是为了什么。 车站里的工人纷纷起床, 开始用力用心地为火车加煤和加水。 从苏俄过来的人也纷纷被压借下车。 而此时的叶卡捷琳纳宝, 还不知道沙皇的全家人, 早已经全跑到了丘明市。 到了白卫军的控制区内, 安德烈上校的一个营, 只有一个连的人现在, 成为了沙皇的卫队。 无上的光荣, 他也没想到救了沙皇一家的会是一个华国的中将。 火车头顶上竖起了沙皇的简单旗子, 还插上了白卫军的军旗, 两个车厢及两个车厢的煤炭, 能让火车走得更快, 更远。 下一站要到厄姆斯克省的总站, 车多, 人多的, 要走约四天。 随着沙皇的回归, 车站的人有了主心骨, 内心的十分激动, 苏洪之中如果有人知道了沙皇的再次自由, 会造成多大的国内国外影响。 经过了多天的商议, 上头终于决定了枪毙沙皇全家, 一个不留,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可是, 命令也要一级级传达的, 并不是一蹴而就。 到了沙俄控制区, 他们已经心松了一大半。 沙皇一家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这也是半年来睡得最安心的一觉。 齐六斤等人也保持警惕, 轮着站岗, 余下之人找位置休息。 他们也不是百分百放心, 沙皇的人会不会对他们下手, 大的方向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势力和军火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很快就到了早上八点, 一惊人的消息是弗拉基米尔决定要杀沙皇, 而另一则惊人的消息是沙皇已经回归自由。 当白卫军控制区内所有的部队都收到了沙皇回归的消息, 士气高涨,满血复活。 邓尼金元帅也是愣神, 沙皇从叶卡捷琳宝被救出来了, 在秋明发出了明码电报, 号召全国抵抗苏红。 他也担心是不是真的。 意味着他们不用再打莫斯科, 也意味着13万联军要退了。 这些天本来是节节胜利, 可苏红越打越多,百姓都被他们拉出来打仗了。 而联军一路的抢劫也让他难忍。 高尔查克是激动万分, 向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发出命令, 全线停运让路沙皇专列。 他本来就想把伊尔库茨克作为后勤基地。 看来沙皇与他的想法一致了。 百万大军向东搬家撤离, 工厂、设备、值钱的全部搬走, 从铁路向东运。 片刻之间,弗拉基米尔听到沙皇自由之后大怒, 杯子都砸掉了好几个, 这回大麻烦来了, 有了个神主牌, 全国都很难说听谁的。 远东地区, 小日本比各国人更为疯狂, 这哪里是打苏红, 是打沙俄好吧? 一直打到了赤塔地区, 这时的沙俄散兵, 已经接到了高尔查克上将, 被封为了元帅。 沙皇的回归, 这些没有主心骨的人全部像打了鸡血一般, 小日子被阻挡停下了脚步。 因为战线拉得超级远, 结果一碰到了钉子后, 是一泻千里。 明码电文, 沙俄是协约国议员, 遵守协议, 你们同一国的人就没有理由打自己了吧。 整个远东地方的人都收到了老板回归, 顺时也放心了不少。 英、 法、 美、 日等国纷纷回殿, 退出远东。 多个强员总比多个敌人好小日子, 这回是亏大了, 死了一万多人, 现在也不得不后撤, 现在是抢到多少就搬多少东西走了。 万一百万大军向东, 大家都死无全尸。 只有征东军并没有后撤, 而是在修建着永久攻势, 让人吃惊。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没见过齐六金的面。 这次, 沙皇专列的出现, 邓尼金也相信了沙皇回归了, 几十万大军向东放弃进攻莫斯科, 而是也把重工业等向福尔加和东运去。 全线向东撤退, 余下的十三万联军,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没了白卫军他们这些人, 怎么和几十万的苏洪打? 也开始了树倒大家散。 大英帝国的工人阶级, 出现了大量的罢工游行, 在这一战还没完成的时候, 内乱是很惨的, 德国就是。 不过, 德国并不知道英国也在内乱。 专列一路畅通无阻, 十点左右, 伊尔库茨克迎来了人潮汹涌的人群, 都在欢迎着沙皇的专列。 在安德烈的保护之下, 大家才匆匆而出, 记者与平民都互在了一起。 沙皇队伍之中, 出现了华国的一个中将的身影, 这让人十分地吃惊。 不过沙皇的专列, 再加着水和煤炭, 好像还要像东走一般。 尼古拉陛下, 到了这里, 我们可以分别了。 希望你能夺回你的国土, 努力吧。 齐六斤与他一个握手里, 带着笑容。 此时, 一个记者的长相机, 对准了沙皇的方向。 齐六斤天眼一看, 原来相机里是一支手枪, 他左手一支M1911举起, 对准了快要按快门的记者。 嘣。 一枪直接打进对方的相机镜头, 爆掉记者的头, 惊起了一片的惊叫。 这时, 也同样让安德烈大吓一跳, 还以为他对沙皇不利, 不过开枪打向的是, 记者的方向。 齐六斤的右手, 还与沙皇握在一起呢? 安德烈举起手枪, 对着四周大喊一声。 全给我站住, 冷静下来, 否则全荡成刺客枪毙。 现场顺时安静了下来, 不敢再乱动。 他来到死掉的记者身前, 拿起了沾着血的照相机举了起来, 再次喊道。 看到没, 这个记者是杀手, 是要杀陛下的。 谢谢你, 又救了我一命, 塔倩雅以后就是你的夫人了。 你古拉面带着微笑, 向小女儿一招手。 嗯, 不是吧, 我要回华国了, 你也要跟吗? 齐六斤无奈道。 嗯, 你到哪儿, 我也去啊。 塔倩雅真是脸也不红, 看来洋人还真的脸皮厚, 血管都看不到, 就成白皮肤了。 伊尔库茨克火车站, 尼古拉挥起右手, 与专列告别。 三个驻炉官员随着齐六斤一行, 作为两方的联络人, 继续向东越过贝加尔湖, 向远东而去。 距离海参外, 还有三千多公里。 又是要坐一个月的火车, 让人真是难受, 没有飞机的年代, 交通也要让人心碎。 沙皇在裴都不停发出了新的命令, 集中所有的保皇党大臣 向东西伯利亚收缩兵力, 并在伊尔库茨克重组朝堂贵族们 纷纷向东而来, 重新建立势力, 叶尼赛河边建立永久攻势, 分为西苏俄、 东沙俄两个地区。 两百多万的散兵向东逃亡, 重新汇成沙皇的军队。 当沙皇收到喀山银行 一千六百吨黄金 及几十亿卢布被抢后, 心痛地对苏洪的仇恨到了极点。 他认为是弗拉基米尔的人抢的。 一个月时间之后, 远东十四军联军退回海参外, 纷纷退出远东, 因为这里又成沙俄的国土, 算是联盟中的议员了。 这些人抢的东西纷纷运走, 持了沙皇追要回来就不好说了, 总不能白出兵, 抢到手的谁还管得了这么多。 而北洋政府也发来电文, 要求林璋退兵, 海荣号返回天津港。 不过现在三千人 被魏皇拆得散散地成了军警, 真不好调回。 而林璋却是天天死赖 在达尔扎沃德造船场, 这里能造各式的军舰, 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场。 而且, 征东军的两艘重巡洋舰, 他看得爱不惜手, 这么粗的炮是男人的最爱。 魏长官, 我能不能见一下齐将军? 林将军, 齐将军还没回来, 不是我骗你, 你听到了沙皇被救出来的电报了吧? 魏皇比夷了对一眼, 已经第无数次想见将军了, 现在老板的任务完成了, 也快回来吧。 什么? 你说是齐将军所为, 林璋大吓一跳, 这可是天大的新闻, 堂堂一个北洋中将, 亲自深入虎穴, 可是两万多公里啊。 当然, 我知道你想干嘛, 我们是私军, 并不是政府军。 要不然, 你干嘛来我们这干吧, 我估计, 以后的海军司令, 也许就是你。 林璋满脸的黑线, 我是政府军好不, 不过你们的确是比政府还政府了, 无奈道。 魏长官, 都是华国人, 为什么就不能资助一下政府呢? 你们的军舰比国家海军的船都好。 魏皇胖脸微抽, 真他苗笛无语了, 一手拍了他肩膀, 笑道。 你知道吗? 段总理命令六爷出兵, 是用全国人的道德绑架来的, 不出钱, 不出枪。 几十万的兵用来打内战, 相互抵防对方, 打个海参崴都不肯出兵。 什么? 你说你们没有军费? 严格来讲, 我们只是六爷的保安, 看家的, 明白了没有? 这一艘重巡洋舰就是一百万大洋以上, 送给政府让他们相互打自己人, 白日做梦。 魏长点了点头, 但并不死心, 说道。 现在北洋政府要我们撤回了, 这海参虽按就条约还是沙额的, 你船厂也带不走啊。 不如趁这段时间能运回的都拆运回吧。 顺便给我们换换大典的剑炮。 林兄, 实话和你说了吧, 这些地方是六爷的了。 知道他为什么亲自去救尼古拉, 就是为了这乌苏里州地区。 魏皇侧脸低语道, 看来是想把人给勾走, 看中人家了你说我们收复远东了。 错, 不是你们。 是我龙岗自治岭的地方, 不是北洋的地盘。 你, 你们要分裂搞独立, 林璋有些吃惊, 这争东将军可是政府任命的, 弄到的地盘怎么能私有。 魏皇摇了摇头, 叹气道。 华国与沙额现在是同为协约国吧。 北洋敢强行收回吗? 条约他们敢撕毁吗? 如果是苏额的才能打, 沙额的不能打。 这道也是, 你是说这是六爷就沙黄的奖励? 哈哈哈哈, 六爷会做亏本生意吗? 最大的资本家。 我估计, 从混同江以东都是我龙岗自治岭的地盘, 也算是华人的地盘, 但不会交给张作霖乱稿。 林璋有些委屈, 不过这道也是, 政府理亏, 什么也不给打下来了, 还想全要, 流氓才这样做。 不过他想了想, 又不结起来。 为什么六爷不把整个外东北要过来? 海岚炮外星安岭以前也是我华国的地盘。 魏皇再次摇头, 冷冷地侧瞄对方, 回道。 我们才几个人, 一个人站一座城吗? 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在伯利摆了个炮团和一个步兵团吧? 哎, 我明白了, 难怪你也在松江省与河江省边界摆了一个旅。 这是防着张作霖东进啊。 林兄, 北洋没有救了, 不如跟着六爷混吧。 我保你混得风生水起, 六爷常说, 陆军拿着枪跑一个月路, 就是合格的老兵。 可惜海军要数年数十年的投入, 才是合格的海军。 林章内心一个激动, 这是一个重视海军的老板啊, 可是生不逢时啊。 可是, 我跟了六爷, 会不会算是叛变啊? 卧曹, 老哥, 我魏皇是谁, 两年前还刚毕业。 看看我的领口, 与你一样是上校, 你说是戴少将, 我说想转正并没这么容易, 他们不重视海军。 我现在是戴旅长, 指挥两个旅。 真他瞄底狠, 这是中将师长才有的资格。 一个炮团, 一个重炮团, 羡煞旁人啊。 听我的, 全军给北洋军政府发电, 你下野, 辞职不干了。 这里海军十二个大洋有心, 比陆军十个还多。 你在北洋的兵, 最多扣下来, 也就五至六块, 我们这都是十发的。 林章一个激动, 差点跳起来, 哆嗦了一下问道。 这个, 这个我们整个部队辞职不干, 不会下令。 通缉我们吧。 魏皇微微一笑,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解释道。 林章等四千名海军, 陆军与苏俄大战之时, 受伤, 受寒, 失踪全军接受疗养。 卧曹, 你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船呢, 海融号总不能也沉了吧。 老哥, 这条破船你嘚瑟个啥, 我保你所有海军穿上我们最漂亮的白色军装, 用上这种巡洋舰。 看看人家的炮口, 把你都能塞进去, 再看看你的海融号, 尿尿都不给力。 林章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说道我回去与弟兄们商量一下, 不干了, 还是要叫他们派人来把船开回去。 卫黄激动地把他抱了起来, 大笑起来。 林老哥, 六爷马上回来了, 你最好快点。 不然海军司令的位置, 人家占了你, 后悔都来不及, 这么大的造船场。 说不准弄条战列重巡洋舰出来, 我会尽快决定的。 海山外, 各国的军队也差不多把兵都在后撤, 抢的东西也在搬, 可是各国的指挥官再次会聚在政府大楼会议室之中。 这次来的还是卫黄, 让人十分地不爽。 一群的将军中间夹着个上校, 让人恶心透顶。 卫上校, 你们争东将军其从四月份军队上岸, 到现在八月份了还没出现过, 是不是还在上海啊? 安德鲁中将无奈夹起自己的大炮雪茄, 冷眼看了过来。 对啊, 每次会议都不来开, 不会是西班牙流感死了吧? 日军暗本路太郎少将音音一哼, 鄙夷至极。 正当卫黄要发飙之时, 会议室的大门推开了。 怎么这么多人想我死吗? 出生的是一个身穿着北洋军中将军, 头顶白鹰大概帽之人, 带着笑容, 却有些冷淡。 左手解下自己的指挥刀, 一扔给小山东, 双手脱下白色手套, 一边向缓布里面走去, 一边左手用手套擦了擦鼻子。 后面跟着一个大洋马, 还有三个洋西装男子。 六爷, 魏黄站了起来, 立正敬礼。 坐吧, 为什么我堂堂征东将军, 北洋中将, 出动了两个甲中旅, 坐在这么后面的位置? 安德鲁将军不解释一下吗? 齐六金手一摆, 来到坐于正中位置的英国人旁边冷笑道。 齐, 你知道坐前面的, 一般都是西方国家的将军, 安德鲁中将思考了一下, 说不出原因, 只能这样解释起来。 安德鲁将军, 你要知道, 我也是英国人, 按军衔, 这里除了你与我平级, 应该没人高于我了吧? 按出兵, 我可是两万多人, 两条重巡洋舰。 我发个电, 问问朱尔典大使如何解释一下。 安德鲁满脸的黑线, 这人可是远东大财主, 现在英国人用的枪, 可能有一部分都是他生产的。 而且, 药品, 补给, 香烟等, 都是求着他加买。 于是看了一下, 旁边就是美, 加, 义, 这边就是日, 澳, 华, 对着旁边的小日本说道。 东乡平巴郎中将, 把位置腾一下, 让给齐将军吧, 他也算是英国人。 巴嘎, 我大日本帝国, 可是派出了七万多人, 死了一万多勇士, 位置还要我让。 这时身为中将的他, 这是多么的愤怒无比。 他是英国人。 阁下可知, 我大日本帝国在西方, 可是有出兵的。 齐六斤冷冷一笑, 看向众人, 淡淡地说道。 我有两个消息, 要宣布, 第一个我龙岗自治岭, 完成了对苏俄的战争, 现在要派兵支援欧洲, 计划是一个甲种师的兵力。 这时, 身为英国老板的安德鲁, 更加硬气了, 这可是英国自治岭, 现在终于大力地支援欧洲战场了, 于是看向两个日本将军道, 东乡平巴郎中将, 只是向后靠一点, 腾一个位置在这里。 我作为主帅说话, 都没一点作用了吗? 这时美, 家等国家的将军, 也看向他们两人, 搞得他们变得小格局了, 没有办法, 只能无奈向后挪了一下。 尹德卫皇躲在后面偷笑了起来。 加上位置之后, 齐六斤坐了上前, 再次说道。 这位是沙皇小公主塔倩雅, 还有三位是沙鹅的使者, 让小公主来说吧。 这时, 人家一个皇族, 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只能在齐六斤旁边, 再挪了一个位置。 塔倩雅坐了下来, 从使者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用英语说道。 各位将军, 由于齐六斤中将舍命从叶卡杰林堡中 永救出沙皇一家, 献赐于圣乔治勋章, 赋予沙。 俄自觉身份与塔倩雅公主完婚。 哗! 全场一片的哗然, 没想到不知不觉这几个月 人家深入到了东欧。 还把老板救了出来, 这可是大恩情啊。 女儿都搭上一个了。 顿了好几秒钟之后, 塔倩雅再次拿着圣命, 说道。 远东混同江以东的乌苏里州, 集库叶岛赠于齐六斤自觉 作为永久封地实行自治, 以混同江为界。 这一招连齐六斤都猛了, 这是一百万都不要, 白送这么多的土地, 名誉上又保留着沙俄的国名, 不算卖国, 真是治国老手。 沙皇看来是很大方啊。 看来这合约都不用出事了, 本来还给他们提供一百万卢布 作为买土地的价格。 而且, 全场将军都是张大着嘴巴, 何不拢起来? 这咱们打生打死, 没你去就一个人赚得多呀。 齐六斤也不打破, 但然道。 各位将军, 这里全是我的封地了, 你们的军队还没撤离吧, 我的地盘抢的东西, 我可是要追的。 嗯, 齐将军, 不好意思, 我们的军队都撤退了。 你今天才是这里的主人, 我们留下来, 也只是等你开最后的会议。 你们说是吧。 这时, 安德烈也擦了擦冷汗, 他们的军队还没撤完。 不过抢到手的, 怎么可能还, 只能要大家来帮口了。 对对对, 我们的军队都撤完了, 既然这已经是齐兄的地盘了, 我们也先撤离了。 这回东乡平巴郎也站了起身, 这家伙小气得很, 再不走, 也许还真让他扣人。 上次几个强却的士兵, 直接就被现场毙了。 这一会儿功夫, 所有的将军都快速结束会议, 跑路要紧。 魏皇好像还想伸手说什么, 不过齐六斤还是摇了摇头, 拆了就拆了, 抢了就抢了。 人家出动这么多兵, 白来一趟会眼红。 保住造船厂和码头才是关键, 抢的东西只能摆给人家抢了。 一旦激起千层浪, 龙岗自治岭出兵欧洲的消息, 大掉人眼球。 什么时候, 一个私人武装也这么强大了, 参与世界大战? 大英帝国乔治武士 与乔治首相听到后, 纷纷点头, 这孩子不错, 人家远东有这么大的地盘了, 不给个爵位说不过去, 海山完以后, 大英帝国还要去的。 于是, 在齐六斤的强烈要求一个基地 作为补给中转战, 把也门以南的亚丁湾入口, 索科特拉岛以一百万英镑 再次卖给了龙岗自治岭, 反正是卖人家的土地, 不是他们家的, 还同样是大英联邦。 条件是, 英国也可以使用军港。 第一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也是他最后争抢到的好处, 晚点就不会这么大方了。 北平北洋军政府之中, 老段连砸了好几个杯子, 大怒了起来。 我曹他喵低, 本来想弄死这个蚂蚱, 谁知道他来了个名修战道, 暗度陈仓。 把沙皇给救了, 这叫什么事, 全是他赚了。 老段啊, 你这啥也没出, 逼个小鳖三去打仗, 这家伙属尼秋的, 不是那么好惹的。 冯国章提醒道, 还是别折腾人家了。 现在倒好, 俄国人, 英国人都给了他爵位, 他喵低还三重国籍了。 徐树珍呢, 他喵低一声不吭, 把陆剑给嘎了, 他现在把外蒙和乌凉海拿下了没有? 现在不能打了。 段祺瑞无奈深皱着眉头, 现在沙皇归位, 出手就没有理由了。 已经收复了, 也与沙俄达成了停火协议。 哎, 老冯啊, 他要出动一个加强师去欧洲。 那就去吧, 但也要人灵, 我们个人情吧。 可是我们还在与南方叛军打呢, 我们调去的四千北洋军让他给吞了, 不可能再派兵去啥欧洲。 冯国章无奈摇了摇头, 老子大总统还要听你个总理的。 老段眼珠子一转, 依依一笑, 就给他一个远征军上将司令官, 挂着北洋军的旗子, 不也是我华国也出兵欧洲了吗? 打胜了, 我们也是战胜国能捞点国际资本。 好歹也是你直系的。 21岁不到的上将司令官。 他喵低, 就算是18岁, 有钱, 有枪, 有人, 你疯不疯的人家自己挂星星, 你能有办法阻止吗? 不挂个大元帅, 骑在我们头上就好。 如果打输了呢? 他喵低, 输了我们又不损失兵, 又不损失物资。 赢了我们向全世界发声, 这猪肉我北洋也有份来分一份。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这乌苏里州太大了, 而满打满算, 他在这里的就两个旅。 林章, 你应该也知道现在的情况, 你快四十还算稳重。 你先任乌苏里州地区的少将副执行官兼海参崴海军司令, 正值是在龙岗的张孝辰, 四千北洋军分散到征东军中。 齐六斤持向刚刚投过来的林章, 现在缺人啊。 框架要搭起来就让他们多干一些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只能住一个旅, 重点在海参崴, 隋芬河, 及伯利三处。 整个库叶岛也许只能放一个连插个旗, 逛一逛而已。 其余的广阔地区也只能慢慢组成警察来管了他, 不得不看向方块六, 也就是方阁, 这人马屁拍得响, 从第一个文员方赌场就开始跟着他了, 说道, 方块六, 你这次要留下来, 任职上校保安司令, 同样要兼职副执行官。 你与林章一个陆军, 一个海军, 不但要手, 还要远程配合管家张孝辰发展这里。 什么? 六爷, 你把我扔这里了, 发配到欧洲打仗也好啊。 他喵低, 我见你人比较圆滑, 把这里发展成欧洲, 那么有钱, 不就可以潇洒了? 我说爷, 这里除了海参崴还一般, 其他地方就是鸟不拉屎啊。 人都没几个。 黄, 赌, 赌全没有, 茶楼都没。 方格深皱着眉头, 这是被发配了, 真倒霉。 赌不能在自己地盘搞了, 所有人工资加两成, 另外, 银行, 及各行各业, 都会向这里发展。 另外, 你要发展你不要脸的精神, 从华国东北大量移民过来, 我也会从海运拉人来, 分土地。 其六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偷偷一笑, 这人脑子用在正形上, 一定很牛。 偷人移民? 嗯, 你们两个这个岗一定给老子守好了, 一年内整到两个师。 特别是海参崴建成铜墙铁壁, 钱。 六也有的是。 林章思考了一下, 犹豫再三, 问道, 老毛子他们不会攻打我们吧? 我们缺少矿产。 其六金也拍了他一下肩膀, 笑了笑。 林司令, 方格, 他们缺少武器, 可以用他们的矿产与我们换武器, 还有粮食等。 全力支持沙俄, 他们在前面挡着苏俄再顶几年, 我们就站稳了。 我会留下一条墨西纳干部枪生产线, 还有七十五野炮生产线, 就是用来换矿产。 其将军, 我明白了, 造船厂现在以军用舰船为主 还是民用为主。 林章捋了一下胡子, 深深思考着, 建造万吨货船为主, 新的战舰, 我这有图纸, 让这些洋工程师研究, 加倍工资为我们干活, 一定要优待他们。 没有办法, 要赶着去欧洲抢好处。 一战快结束了, 连德国人也不知道, 稀里糊涂投降, 当然英国人也不清楚, 人家为什么一瞬间, 并没有落下风之时, 就投降了。 其六金带着众人, 从上海调了两个新兵团, 换走这里的兵, 连塔千崖也带走, 前往上海。 有了他们的要后, 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 得以控制蔓延之势, 到上海并不十分地遥远。 只是要经过日本海, 半岛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也就是今年, 日本向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 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并扩军。 关键是与交际铁路沿线 由中日合办经营, 青岛被小日子占领。 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不仅没有被收回, 反而被日本扩大。 传说中的学生运动 还有大半年开始, 其六金在考虑的是 如何避免自己出手, 因为他是辅警副局长。 上头要他镇压就一臭千年了。 7月中, 上海英租界黄浦滩路 22号远洋公司码头, 军队不能进入租界, 纷纷于陆家嘴临时兵营 集中这次只是打了一次顺风仗。 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你居然骗老娘, 跑去就沙皇。 算了娘现在是淑女, 就不拿扫把打你了。 白二娘见到其六金上岸, 第一个冲到三个媳妇的前面, 抓起了她的手, 两眼还带着泪水, 又是生气, 又是关爱。 其六金微微一笑, 还是老娘最是亲近的呀。 三个姨太太都面带着微笑, 盯着她, 一种忘夫归的神情难言于表。 驻炉总领事法雷斯爵士, 美国总领事萨门斯, 俄国总领事格罗瑟, 法国总领事甘士东都来了, 当然还有徐铁山。 娘, 这不是白捡了个自觉吗? 咱们家比三个省还大了。 别忽悠娘了, 那地方冰天雪地的, 听说还没上海人十分之一人多。 白二娘比一道。 柳斯斯三人也走了上前, 伸出了手, 说道, 六金, 好几个月了没见, 好想你。 其六金松开了手, 大笑了起来。 让我到远洋公司里坐坐, 休息一下, 太累人了。 这又是火车, 又是坐船的。 这时, 三女苗像了个大洋马, 正与俄领事在交谈着, 有说有笑。 而其六金不得不再应付着各大领事, 因为要出兵的事, 越快是越好的。 恭喜其, 乔治武士与首相都同意100万英镑, 把索科特拉岛卖给你们了, 你也成了英国有封地的自觉, 英少将执行官。 法蕾斯绝世满脸的笑容, 眼睛迷成一条线了。 谢谢, 都是为了消灭德国鬼子方便。 我收到张孝辰发来的接收电文了。 其六金接过了任命书。 好快啊, 看来是想我快出兵了。 本来就和自己的意思, 再不快点, 汤都没得喝了。 其将军, 不知道你们计划这个诗从哪里登陆, 我希望能与英法美一起能在法国登陆, 受英总司令指挥。 法蕾斯绝世轻轻一笑, 不用说, 又是像人家用日本人一样打免费工。 不不不, 我计划从黑尔哥兰湾登陆, 偷袭汉堡。 哦, 其, 也许你们没打过海战, 这是德国人的军港, 最强守卫的地方。 去了就是去送死。 看清楚, 我想你们与他们正面对峙, 我从背后捅上一刀。 德国必亡。 其六金装得十分幼稚的样子, 就一从没打过仗的傻X一样。 让旁边的领事都在偷笑, 看来这人是个新手。 去铜马蜂窝就是找死。 这一决定, 让协约国的领事纷纷汗颜。 而这时, 徐铁山无奈走了过来, 带着难看的微笑, 拿出了一份红头文件。 其老弟, 你他喵低, 真是青云直上三千尺, 献煞旁人。 老子混了这么多年才中将。 你这是猛挂猩猩升上将了。 升上将, 不会吧, 我又没啥功劳。 地盘成我私人的, 老段没得到好处吧。 其六金有些猛注, 表现有些意外, 不像他的作风, 也没代表北洋收复远东嗨嗨, 兄弟啊, 谁叫你有钱有枪呢? 自任命征东将军其六金, 为远征军上将司令官, 北洋政府陆军部, 断其锐。 卧曹, 徐老哥, 这又不给钱, 只给一张纸啊。 徐铁山伸出手想拍人家一下, 可惜又想了一下, 自己才个中将, 人家倒成了长官了。 又缩了回去, 表情难看, 无言以对, 向后一摆手。 又是一套三星上将的北洋上将军伏地了过来。 其大帅, 哥哥我也不敢自称了。 你真是红福齐天, 富贵逼人, 让人眼红万分。 十九岁不到的上将司令官, 民国首一位了。 齐六斤一摆手, 小山东又走了上前, 收起了上将军服, 轻笑了一下。 这是段总理想分猪肉啊? 行, 我卖他的面子, 分没分到猪肉, 就是他的本事了。 这算是给齐六斤接风, 北洋政府的外交能力不足, 不过面子还是要给的, 大餐还是要他出钱来请的, 谁叫他有钱呢? 热闹之中, 个人都表现效益满满, 不过各方是心怀鬼胎。 好不容易, 整完回到齐元之时, 白二娘已经有些暴怒的边缘了, 升官对于他来说没多少意义, 儿子的平安才是国际大事。 这孙子都没出, 又计划出去打仗了。 儿子, 你带了个大洋马回来, 是怎么一回事? 一太太多了, 没有但有什么用。 我见宛如这孩子屁股挺大的呀, 为什么还没怀上? 你又想去什么欧洲, 都不知道地图哪个位置。 嗨嗨, 娘亲啊, 这次我计划把大家拳带去玩。 齐六斤右手握成拳, 咳了几下, 笑道, 白二娘大吓一跳, 嚷道, 儿子, 你上战场还带一太太和老娘啊? 不会分心吗? 娘,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龙岗自治岭, 看看我们的家呀, 玩到明年再回来。 刘思思眼睛一瞪, 好像好玩, 只是又想到他们还要上学, 无奈问道。 六斤哥, 我们也想去呀, 只是要上学呀, 芷晴也很多事要做呀。 钟芷晴也看向他, 包括林婉如也是, 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们当然想去玩了。 思思, 我帮你们请假, 最近国际有大的变化, 学生之中也不太平。 都跟我去龙岗自治岭玩一下, 明年六月才回来。 芷六斤亦有所指, 学生运动在所难免, 把老婆拖进去不好。 学生请命争取扩大影响力, 给政府施压和平等对话是合理的要求。 只是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要打倒人家就不行了。 不可能你下来, 我上, 就能让人家挪动屁股。 当人家的枪是摆设。 每一次的运动后面, 都有一些不良心思的人, 恶意煽动和利用, 各种党派就跳出来, 要求一定的权力, 加大自己的存在感。 这次的风雷运动, 本来就是反递爱国运动, 反对外交上的失败, 反对卖国的行为, 可是最后还能把当官的拉出来打。 放现在试试, 会有什么后果? 若国无外交, 洋人根本不会把华国放在眼中。 外交家也想把整个亚洲化为华国, 可惜没有强大的祖国后台。 北洋还靠着日本这个金主。 六爷, 亨利亲王已经在鱼园路百勒门包厢里等着了, 我们是不是现在出发? 小山东富尔道齐六金的侧面, 低语道。 嗯,走吧, 会会他。 二十分钟不到, 只有一辆的小车偷偷开向西华界, 这种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齐, 你这是何意, 要对德国用兵, 要知道我们可是合作的伙伴, 你的军火还没还清债务呢? 亨利翘起了大胡子, 有些微怒, 不过现在金时不同往日了。 齐六金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不是国家, 胜似国家。 他递了根大雪家过去, 笑而不语, 瞄了一下亨利亲王旁边的几人, 并没有说话, 而是自顾着点起烟来。 事关重大, 不可能让太多人知道。 你们都出去吧, 我想和齐单独谈谈, 亨利也瞄懂, 把副官等都叫了出去, 看人家有什么要说的。 是, 亲王殿下, 随着几个德国官员的离开, 齐六金轻轻吐了一口烟出来, 说道, 德国很快会内乱, 皇帝会被人赶跑, 你们新的政府会很快投降, 德国会被任人宰割。 谁? 亿,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 我们并没有败相。 亨利亲王, 东非的武器, 我们不会中断给你们的补给, 也认可欠你们的。 我计划在黑尔戈兰湾等着, 如果是真的内乱, 我需要在汉堡登陆, 投降我们才能保护你们的士兵。 亨利亲王抱起, 站了起身, 就想要离开, 只是又想知道后面他要说什么。 你, 这是在诅咒我们吗? 齐六金一口浓烟出来, 轻轻一笑, 并不生气人家的无礼, 回道, 这次你要快速回国控制局面, 一旦德国投降, 你们所有设备和科学家都被人分掉。 你有可靠的消息? 你亲自回去, 如果我说的是假的, 完全可以不用理会, 我也不会登陆德国。 德国已经掌握了无线电的技术, 我们的人就在船上等着你的回电, 要我们登陆时, 我只有一个诗的人。 齐六金说起来十分的严肃, 他不想让英法美权分掉这些东西, 必须阻止他们的快速发展, 继续说道。 不过, 货船开了20条万吨轮船, 在外面等着, 我可以帮你们把设备和重要的人员运到索科特拉岛, 或者是龙岗自制岭。 东西算我借的, 你们复国后, 你们可以自行拉走。 亨利亲王犹豫再三, 其实就一个师的兵力, 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不过德国一旦投降, 百万英法联军, 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于是心态放缓下来, 询问道。 齐, 你是说, 可以帮我们保留一部分军队和资源? 不, 亲王阁下, 你们会赔款, 赔到当裤子, 国土被分割, 兵力都被人控制。 黄金能帮我们运吗? 不行, 设备和人员可以说我们抢的, 黄金各国钉的紧少量可以, 多了帮不了你们。 其六金也不骗人家, 只能明说了。 现在更不是得罪人的时候。 亨利亲王思考了五六分钟, 不停地吸着烟, 他也知道打了这么多年, 国内的困境。 内乱也是说不准的。 他也提醒了皇帝, 不过德国荣克贵族成分复杂得很, 不是说防就能防得住的。 好, 我回国准备, 我会命令海军不会对你们的船开火的。 如果真的有变, 我比较相信你的为人。 我也希望你能与我们达成合作关系。 当然, 我们一直是朋友, 不是吗? 其六金的所谓高级保安兵, 实战几乎为零, 想与精锐的德国陆军打, 简直就是找死。 之所以不怕全世界联军的笑话去参战, 就是去组个队混点经验, 减点装备。 他也希望得到设备, 人才的同时, 捞些德国军官来指导一下。 有好的装备, 没有战火的, 淬炼是成不了强军的。 按照与亨利亲王两的合作, 其六金向东非派出了两个步兵团 直达达类斯萨拉姆地区码头, 并控制了码头并不与德国开战。 而且, 几乎是送军火, 送物资, 德国开始向西撤, 让出港口。 收缩兵力与联军打, 用之不竭的炮弹, 德国东非战神也知道这个是联军中的内鬼, 来帮他们的。 一旦联军要求龙岗自制领的军队西进时, 我们只有两个团, 怎么打? 大约到了7月20日左右, 刚回上海的征东将军, 齐六金摇身一变, 成了远征军司令官, 只在上海留下两个团的兵力。 余下的军队两万人, 再次向浩浩荡荡, 适师西征, 几十条万吨货轮, 成了运兵船, 在林璋的两条重巡洋舰的护航之下, 开向龙岗自制领。 需要半个月左右, 这可是全家都在行动。 8月初, 张孝辰已经在庞大的龙岗码头等着迎接老板全家的到来。 龙岗区已经出现成效, 在张孝辰的努力之下, 一个仍然是满地建设工地的局面还在继续着。 这里已经惊奇招展, 看着这些游英、美、法、德等国的工程师的规划设计。 整个城市整齐有序, 主路宽阔无比。 连铁路都在建设之中, 工业园区与城市分开。 海运成了最关键的一环, 而铁路则是南北在贯通市直到东印度的边界。 移民人数达到70万人次, 加上各国的劳工和来经营者的到来, 整片地方已经有80万人。 说是三个湘江的大小, 可是张孝辰可不管这些, 东部延伸到了龙阁朗山, 若开山脉与缅甸的分界。 理由是控制兰格玛地湖是龙岗的水源地, 不能被其他人控制。 连南边的科克斯马扎尔地区的人 也不停向北进入龙岗区发展。 南边的地方政府被人隔开了两边。 政府已经预加入龙岗自治岭。 四通八达的道路及众多的人流 也让全家人看得目不暇接, 已经是非常的忘了进入城市的最中央之时, 一个非常巨大的广场出现。 广场中间一个巨大的铜雕像已经立于正中央。 关键是让齐六斤看到让他脸红的是, 他什么时候骑于战马之上。 妥妥的法国老设计的明超拿破仑, 一身的北洋礼服上将军装, 头顶应大概军帽。 左手缰绳,右手高举指挥刀, 嚣张无比,比在法国的雕像还高大。 嗨嗨,张老头,以后要低调, 低调一点,不能劳民伤财吗? 齐六斤无奈右手握起, 置于嘴巴之上,连眼睛都在开心着, 低语道。 张孝辰是何人? 两人从上海一路杀到海外, 啥性格还是能了解一些的。 于是侧目,音音一笑, 这个马屁拍对了, 神情又表现得十分严肃, 回道。 这是咱家自己的钱, 什么时候劳民伤财, 有钱不花,天诛地灭。 老夫计划在广场的左边, 建国王历史博物馆, 右边建一个国王大会堂。 嗨嗨,也是, 要有个记录一下我们的功绩的地方吗? 等一下, 什么时候成国王了? 低调, 我们只是一个远东圣华财团, 叫董事长行了。 齐六斤差点没缓过神来, 不要太飘了。 建国才是傻子, 老子就当军阀得了, 也可以称之为董事长。 我们的地盘不亚于一个小国了, 为什么不建国? 张孝辰有些猛, 十分不解道, 见了国老夫, 也许能捞一个首相。 齐六斤缓和了一下, 冷冷地笑道。 狗屁的国家, 我们可以称一方势力, 就一个远东圣华财团。 建了国家这里的人, 不就有民权了吗? 这是我家的公司领地, 我是老板, 住这里的都为我齐家打工。 六爷的意思是不建国, 就私人势力。 对头, 我是董事长, 你是大管家, 首相也只是一个名称。 你个管家还能终身的不更爽。 张孝辰微微思考了一下, 只是也是大惊失色, 他喵低亏了, 跟对了老板, 只是老子没有后代啊。 在公司上班, 到时候有儿子了, 不就可以也进公司高层, 说不准也是个大管家。 看来老子五十岁, 还是有生育能力的, 要快讨老婆生儿子了, 思考了一下才清醒过来, 笑道。 我明白了, 六爷, 咱就不建国。 爱来我们家就来, 不来得可以滚蛋。 什么最终解释权, 都归咱们说的算。 看来这地价要提高一些, 不然咱家地越来越少了。 齐六斤听后, 果然是自己人, 懂得管家才是合格的管家。 哈哈哈哈, 老头, 你还是快讨十个八个老婆生儿子吧。 咱不封啥爵位, 就公司高管, 人家以前东印度公司 不也是这样经营? 随着众人来到他们 龙岗自治岭的新家, 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财大气粗。 只见这是一座超级宫殿, 左边参考凡尔赛宫, 右边是白金汉宫, 后是霍夫堡皇宫 与克姆林宫的经典建筑群。 由东南西北四个皇宫入口, 分开四座皇宫, 而中间却是紫禁城的主建筑于中间, 周边是新中市园林市 新型别墅皇宫建筑群, 又有别于紫禁城的老旧, 当然是钢筋水泥建筑群, 并不是一层的平房。 众人穿过凡尔赛宫 与白金汉宫之间的正大门, 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宫殿的建筑华丽壮观, 让它眼前浮现出了 法国王室的辉煌历史。 沿着宫殿的走廊漫步, 欣赏着墙上的壁画和精美的周素, 仿佛穿越时光, 回到了十七世纪的法国。 张老头, 你这到底花了老子多少钱? 你哪来这么多钱? 齐六斤比移了起来, 真是花钱不腰疼, 地盘也就一千万大洋, 你这建筑估计远远不止啊。 张孝辰竖起了三根手指, 笑道, 目前为止, 还没装修, 只有中间后宫部分, 我先让人整好了。 花了三千万, 估计再花个三五千万的, 就能做到完美。 卧槽, 我给你的钱全用来建房子了, 好像也不够吧。 六爷, 从银行划过来的三千万市政配套建设费用, 还没花完, 这皇宫是魏皇当初宰了几个苏丹抢来的黄金, 没报账, 直接用来建皇宫了。 齐六斤偷偷一笑, 好家伙, 你个魏皇, 旁边的东印度, 及孟加拉的苏丹, 估计也被他勒索了不少钱。 抢了钱不报账, 要敲打他一下才行。 而且, 这张老头也够大胆的, 也通知咱就盖个不伦不类的皇宫, 还好不是魏司。 也没见英国人说什么, 看来是也给人家也分了些钱。 魏皇, 老张头, 你们俩要记住, 所有缴获要归宫, 然后再制定分配的方式。 我们不是土匪, 我们是有组织的土匪。 魏皇满脸的黑线, 瞄了张孝辰一眼, 无奈说道。 大帅, 我可是一分钱全交工了, 他是主帅, 分配可不关我的事。 张孝辰比移了魏皇一眼, 真是没担当, 抱了六爷估计也盖不成, 这没个门面功夫怎么行。 六爷爱, 不够钱我在拉人缅甸那边 宰几个苏丹就够了。 听英国人说, 那边的贵族马桶都是黄金座的, 不会暴露是我们干的吧? 爷, 我是这么傻的人吗? 这是龙哥朗山贼干的, 与我们无关。 齐六金等人都看呆了, 继续漫步在两宫间的花园而过, 这里的景色美不胜收。 花园里有大片的草坪, 精美的雕塑和华丽的花坛, 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仙境之中。 三个美女看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拉着也在惊呆的白二娘。 曾几何时, 她认为上海已经是富人的天花板了, 看来还是她眼光有些局限了。 穿过这里就是园林市的中式皇宫了。 老张头, 还要多久才能完工啊, 这地方我很满意。 我们也住不了这么多地方, 四周的宫殿给各部门的人用来办公。 我们住中间的就行了。 齐六金微微一笑, 很欣赏她所做, 赚的钱不花, 怎么算钱。 再说建筑这些, 钱花给了更多的劳工, 他们能赚更多的钱, 就有更多的消费, 这样就形成了个良性的循环, 地方就有钱了。 以后人越来越多, 粮食肯定不够, 看来要更多能用的土地才是当务之急。 好的六爷, 您满意就好, 还要一年才能建好。 你们就先在中式后宫将就一下吧。 用最快的时间, 收买一下住印总督, 我们买下西奥皮尔巴拉地区 京贝山附近大片土地。 这片地方有着大片大片的铁矿石, 现在他们没有独立, 还是英国人的地盘。 齐六斤思考了一下, 无论多少钱有多少的买多少。 反正, 他也是英国人, 多出来的土地给大家种田放牧, 也能养活更多的人。 以后一个几十万人过去, 他们想独立也不行, 公投没咱们家同意怎么行。 再说英国人只会帮一个自治领, 不会帮搞独立的反贼。 西奥没几个人住, 现在是一片的废土地, 如果能切一大片下来, 发达了。 这回澳洲人想独享大洋洲, 没门。 正好现在准备到了战后的建设, 英国人会缺少很多钱。 张孝辰深皱起眉头, 要买一片地方倒不用花多少钱, 只是要的多, 英国人要的钱不会少, 这里地方太大太大了。 大到让人恐惧, 无奈摇了下头, 解释道, 六爷, 我们最近是发了不少财, 不过银行流动的现金 也就五千万大洋左右。 四处都要花钱, 而且我们的地盘还有远东地区, 银行也要周转的。 齐六斤哼笑了一下, 钱, 我有的是, 看来让他知道咱家的财富了。 测尔在他的耳边说道, 我去一趟沙俄, 抢了几个银行, 黄金一千多吨, 俄卢布也有二十几亿。 我们能买下整个大洋洲, 放心买, 放心花钱。 我要一年内铁矿和铜矿能自己自足。 什么, 一千多, 多吨, 我们不是比整个华国都有钱了? 别这么激动, 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比华国政府有钱。 肯定没有种地主家的钱多, 你就放心给我烧钱, 移民, 买地买矿, 扩军。 再由我们卖军火形成一个循环, 多发行信用纸币。 张孝辰擦了擦冷汗, 这是要整得多恐怖的公司, 行了一礼后悔道。 老夫明白了, 不过华国南北偷偷在上海议和了, 只有粤军在福建在打。 我们移民的人数减少, 炮哥受德国人资助南下广州割剧分裂, 也在扩军抢了不少轻壮。 齐六斤轻轻一笑, 这些人他清楚得很, 人人想武力一统。 接下来就是炮哥扩军, 发起更大的二次护法运动。 直凤联合起来反断, 直晚战争开始, 而且南方又另立政府, 形成南北政府。 接着,直系又变得太强了, 段祺瑞又联合了凤系张作霖, 加上炮哥来了个三头同盟, 反过来倒直系。 可惜直系的曹, 无不是吃素的, 又勾搭上了陈炯明南方政府再次内斗, 反对炮哥的大独裁, 炮打永封建把人赶跑, 反正就时间就是六国大风向, 军阀混战, 乱得一批, 谁对谁错还真搞不懂。 不过分裂国家从大意上就说不过去, 所以, 炮哥是背定了国。 齐六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因为真不想参与这些, 都是华国的同胞, 为了全力之争死了多少百万人。 现在只能是救助更多不愿意送死, 吃不上饭的, 无家可归之人, 为减少内战引起的更多非战斗死。 商人员, 多少热血青年成为一杯黄土。 想着想着, 他不禁地摇了下头, 这也要依靠孟奇的鹰眼内情局多努力, 才能把不该死的人, 统统送离他们所在的是非之地。 于是, 右手紧抓, 咬着牙说道, 内战我不想参与, 不过我要建立的是更强, 更大的另一片华人生存空间。 我华人才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 战后最强的是我远东圣华集团。 老夫一定会辅佐六爷成就梦想, 让世人看看, 我们不争祖地, 也能成为最强大的存在。 张孝辰也是荣光焕发, 信心满满, 一种自豪感, 油然而生。 出去吧, 明天派人来皇宫运黄金。 让玛丽亚做卫生部长, 芷琴和她的师父做副部长。 建立最大最强医院, 还要建立军医院。 教育吗? 由官伟赞代部长, 林宛如和柳思思做副部长。 银行呢? 还是要许福做行长吗? 我娘做财政部长兼总行行长, 许福副部长兼副行长, 做事的是她, 但把关还是要自己人才行。 齐六金顿了几秒后, 还是要老娘把最后一关, 不然,这可不是少数目。 张孝辰行了一礼, 应声之后, 想了一下再次说道。 军备研究所还是用德国人吗? 还有枪炮及火药、 钢铁厂等, 现在可都是洋人掌握着。 我们的人技术水平太低了, 技术工程师要给我用心培养, 成立大学多教一些人。 我还搬回了很多的工厂, 大型钢铁、炼油、 汽车、火车机头、 合金厂和大型设备、 农机生产等等。 太好了, 我们发展可以上到 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之上了。 随着张孝辰及魏皇等人 纷纷离开皇宫, 齐六金也回到了 第一幢最大的别墅之中, 挂着养心殿的牌匾, 看来这个张孝辰 还真想把自己拖成国王了。 咦, 你们几个怎么不去选一套 自己的别墅, 难得的不去抢地盘呢? 齐六金微微一笑, 来到大, 躺在大沙发之上 一屁股坐了下来, 描着有些奇怪的四女。 柳思思挤了过来, 笑道, 选好了, 不过娘说了, 生不出蛋来, 都要与你住一起。 不会吧, 你们这是让我一床睡几个呀, 不知道张孝辰 有没有准备这么大的床呢? 看过了, 是有的, 不过加上大洋马就不够了。 三女都盯向塔倩雅公主, 有些团结了起来, 心念之间, 颇为动容, 可是塔倩雅听不懂中文啊, 所以不得白二娘喜欢, 鸡同鸭讲不了话, 听不懂。 塔倩雅, 你应该会英语呀, 她们三个都会, 都认识她们了吧。 齐六金转眼看向 做着一声不吭的她, 似乎不怎么开心。 齐, 我感觉她们都不喜欢我,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她们不喜欢和我讲话。 不会呀, 只是你们才认识, 不了解你的好。 没有共同爱好, 以后多学学中文就好, 我娘亲不会英语。 塔倩雅走了过来她的右边, 头靠在了她的肩膀之上, 带着些泪花, 小气道。 齐, 我想家了, 想父皇了, 在这里我好孤独。 不会呀, 你是我四一太, 你是公主很多, 大家就喜欢你了。 等你学会中文了, 我叫娘安排你进银行做些事怎么样。 齐六金右手抱起了她, 在额头上亲上了一口, 搞得羡慕死几人了。 谢谢你, 齐, 走, 我们先吃饭, 吃完了就洗澡休息, 今晚我四飞。 齐六金等人秘密来到了上海发展银行龙岗总部的地下金库之中, 放下了1600多吨黄金, 20亿卢布的现金后, 把银行锁了起来。 堆积如山的黄金和金币银币, 让她感觉到欣慰。 金币和银币可以进行重新溶解, 再铸造成金币银币, 只是比较需要微调一下含量。 重新铸造成上海发展银行的款式就行了, 非常方便。 当告知白二娘时, 差点没下晕, 这儿子是把沙鹅搬空了呀。 几十名职员心惊胆战把金砖搬于融金炉中, 重铸成上海发展银行的金砖款式, 这样就神不知鬼不绝了。 就算让人知道又如何, 证据已经没有了。 第二天, 来到工业园区的空厂地之上, 把一个个偷来的工厂和设备全住一样, 一放了出来, 当然都是在没人的时候和地方。 解释起来只能是从船上搬过来的。 乱七八糟的机械堆着, 想要整理好, 重新搬于新建能合配的工厂并不是容易的事。 要专家研究重建配套的厂房, 还要吊车才能把这些重大的设备整理好, 形成能生产的工厂。 这一下子可把张孝辰累坏了, 虽然他不理解这么重的设备是如何运过来的, 不过有些事并不需要他知道。 他可是并不算是智者, 只是会认字和阅历丰富一些, 安排人处理这些工厂的设备也够他忙的。 他曾经也管理过一个破门派。 思思, 你知道你们都有事情做了, 现在塔倩雅公主也是你们的姐妹了, 应该多帮忙让她好好学习一下华国的文化。 我马上要出发欧洲了。 齐六斤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一个诗近两万人开始上传, 只能提醒着大家和沐相处放心吧, 我们都会照顾好她的。 林宛如很开心, 她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教育局副部长了, 有了一些权力, 心情已经飘了起来, 办事起来也很放心。 她在想, 应该是齐六斤对她已经是绝对地相信了, 也决定了一定要生一个男孩, 到时候名正言顺继承大军法的位置。 以前她都生怕怀上而吃了一些药物的, 因为她认为华人的基因不好。 随着一天天的过去, 也跟了人家一年了, 齐家现在已经富可敌国, 私人领土居然超过了日本四岛。 齐家的财产与势力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这是时代造就了英雄。 六斤哥, 我和芷晴也一样会照顾她的, 一国他乡的她挺可怜的。 柳思思与钟芷晴也拍着胸向她保证着, 一家人就应该和睦相处。 好的, 我会想你们的, 等我回来, 我们就有时间造人行动了。 齐六斤, 对着四女亲了起来, 依依不舍, 还有在一旁没有靠近的白二娘, 再次含着泪挥起右手。 这段时间真是东奔西跑的, 没能与儿子待上几天。 龙岗码头之上, 齐六斤与林张都坐于旗舰龙岗01号, 随着一声长鸣, 缓缓离开码头。 进入印度洋后, 从亚丁湾新基地索科特拉岛补给, 再经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在英军控制的瑟德岗再次补给。 然后就可以直达英格兰岛完成补给了。 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漫长路程, 真是她瞄得无聊和远的距离,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十世纪末的欧洲。 她也要到一趟英国, 接受一下国王的授风仪式。 主要是要单膝下跪, 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现在她的势力未成, 仍然要接受人家的庇护, 大丈夫能伸能缩。 她喵低, 老子单膝跪你, 就偷你一个最大的造船厂设备。 要不就抢你一个银行再走, 要不都不够本。 不过她又细心想一下, 如果真这样不明不白抢了银行, 福尔摩斯一定会想到她到哪, 哪就发生这么神奇的事。 这样就会让人怀疑到她有特异的功能。 苏伊士运河, 这条连接着东西方的重要水路, 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和文明。 它犹如一条镶嵌在沙漠中的蓝色丝带, 将非洲与亚洲分隔开来。 站在船头, 眺望远方, 运河两岸的景色, 尽收眼底。 右侧是连绵起伏的沙丘, 金黄的沙粒, 在阳光的映照下, 泛着耀眼的光芒。 左侧则是繁华的城市, 高楼大厦和繁华的街道, 构成了一幅现代化的都市画卷。 船只在运河中缓缓前行, 离开了一道波光淋淋的水路。 河水闪烁着深邃的蓝色, 仿佛是一面镜子, 倒映着天空和岸边的景色。 微风拂面, 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气息, 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恩赐。 这是贯穿东西方的河, 宛如一条大动脉, 为东西方的贸易和交流,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占全球。 集装箱运输的一, 四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路之一, 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让人不禁对大自然和人类的伟大创造力 新生敬畏之情。 现在, 是由英国驻军控制着。 齐六斤的船队, 挂着的是米字黄龙旗, 也就是英联邦的战旗, 在这里可以畅通无阻, 还得到英军的欢呼之声。 进入地中海, 协约国联军已经收到电报, 同时又增加了联军的力量。 瑟德港, 龙港自制领的船队进入进行补给一天, 然后就是英格兰的普茨茅斯军港 进行补给和靠岸。 时间也到了九月中, 一战几乎就已经是尾声了, 连老美也是比自己来早几个月而已。 都是来凑热闹, 抢好处。 谁会在乎欧洲人死多少? 如果不是英国人封死了英吉利海峡, 搞得美国人没办法与德国人交易。 而且, 德国人又来了个无限制潜艇, 又断了他们与欧洲各国的商贸交易, 他们懒得参战。 做生意赚钱不好吗? 齐六金带着小山东级卫队向伦敦而去, 而军队也交给了卫皇与林张相多福尔海峡而去。 英格兰, 不愧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地, 常年的战争不影响这里的繁荣, 这里的平民素质超越东方。 不得不佩服这些洋人的制度。 一时的困难并不影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影响不了日不落帝国是世界第一国的骄傲。 交通发达到难以让人想象, 也就是世界一半的资源都像岛上汇聚, 堆出来的世界第一国。 一种从海盗演变成的文明, 自由的国度。 因为是报纸上, 新闻纷纷已经提前地报道, 华国有远征军加入欧洲战场, 在英留学的学子, 华人纷纷兴奋无比。 华国终于在世界上有表演了, 不少人自发来到伦敦, 全部围满了莫里斯酒店的四周, 人山人海, 黄色的皮肤形成了海洋。 因为是自民国成立, 其六金为最高一个级别的华人高官到达, 一种令黄种人窒息的兴奋, 让人自发感觉到光荣。 可见, 同种人在异国他乡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变得无比强大, 能成为大家的一种依靠和后盾。 长长的古老劳斯莱斯车队, 缓缓从黑压压的人群之中的马路中驶过, 其六金都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 想不到自己一个冒牌的领导一样, 这么受到欢迎, 从汽车的后窗用力转动玻璃窗下来, 一个年轻的身穿着三星北洋军服装的人影露了出来, 向着右侧的平民右手一挥。 哗! 群情汹涌起一层层黄色的波动, 一浪接着一浪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路边的警察纷纷尽力去, 阻挡有人越过红线, 洋人也没想到今天这么多黄种人都来了, 心惊不已。 新闻记者们纷纷是拿着锅盖照相机, 不要钱的胶卷一样狂拍着, 拥挤得不得了。 当车队停在了酒店门口, 其六斤的卫队纷纷下车后, 一层层沿着两边, 生怕着出什么事一般, 而他的军队军装都是比较超前的款式, 非常吸引别人的眼球。 这时, 小山东走了过来, 单手压着车门, 四个近身安保挡着其六斤的关键身位, 生怕会有那个狙击手来上一枪。 不少人自发地扬起鲜花, 只是不能接近, 只有各国记者才得微微接近一些。 没有办法, 他只能穿着北洋礼服, 门面现在还是要做的。 就算他想说话别人也听不到, 只能回头看向四周的人群, 挥动右手打了招呼。 所有的人都有些吃惊, 为什么这么年轻的面孔就是北洋上将, 是不是他爹是大军阀? 接待他的, 却是诸儿典大使, 没想到他已经回国, 远远向他伸出了右手, 两人紧紧一握。 其, 想不到短短一别, 现在你已经是上将军, 一方诸侯。 客气了, 我们俩是朋友不是吗? 当然, 欢迎你来到伦敦。 我也很高兴能来到伦敦, 其六斤微微一笑, 两人相视心照不宣。 朱尔典也是轻轻一翘嘴角, 说道, 其, 恭喜你, 你将接受国王的册封。 你要知道, 你是英国人。 我明白, 但不可否认, 我也是华商, 同时也有华国籍。 希望不要扫了华人同胞的兴致。 OK, 我明白了。 一个美利坚的记者疯狂递挤了过来, 问道, 请问其将军, 你们这次参与世界大战派出了多少人? 一个加强陆军师, 105毫米火炮都有石门, 海军是两艘重巡, 及30条补给船。 其六斤不慌不忙说道, 请问你才几岁了, 为什么北洋政府中还有这么年轻的上将? 呵呵, 我呀, 快21岁吧, 有志不在年高。 当年的华国大司马获去病, 比我还年轻, 同样杀得能踏成欧洲的匈奴人四处逃窜, 要看战绩。 记者仍不死心, 不停地追着问, 请问其将军有什么战绩呢? 这一下把其六斤整得有些火气了, 当老子是你捏的吗? 转脸看向他, 哼笑道, 我作为征东将军, 亲自带着十几人的特种部队 深入百万苏洪的莫斯科, 一路杀到叶卡杰林堡就出沙皇全家。 得到沙皇亲手给的最高圣乔治勋章, 封了远东乌苏里周自觉。 这一下子让记者惊呆了, 不敢再上前, 因为对方一种杀气蔓延, 是个铁血将军。 百万人中救人一家,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进入了酒店之后, 不得不休息了, 坐了一个月的船, 的确让身心疲惫不堪。 只是酒店外, 几个男子与女子在外面兴奋着, 不过没办法, 身份不对等, 不可能进酒店之中聊天。 并不是来了就能见到国王的, 也要安排, 因为他又不是国家级领导人, 所以也没有首相级太高级别的人相见。 只要晚上他们偷偷混出去, 不会有人认得出他们。 在欧洲, 不是战场造成, 千年的建筑, 千年的城堡, 宫殿, 教堂被保存得完好无损, 更让人为现代都在拆古建筑的华国 感觉到, 惋惜自英女王维多利亚驾崩之后, 国王, 女王几乎成了一种象征, 也许就是这样才保住了他们家的贵族, 世代不变吧。 他也怕人割他的命, 还政于首相才是明智的。 不过不可否认, 只有维多利亚时期, 一个大帝籍的人物, 才创立了第一帝国的宝座。 第三天, 乔治武士就在白金汉宫接见了齐六金, 他与德皇威廉二世, 尼古拉二世都是老表。 亲戚之间打仗, 国内反德情绪高涨, 他不得不改掉了德国的姓氏, 改名为温莎。 齐六金不得不对着这个英国国王, 印度皇帝行丹西跪地里, 让这老头子用剑压在自己的肩膀之上, 算是册封为英国自觉之礼。 而他也很不乐意封一个黄种人作为英国的贵族, 不过为了大义, 为了大英帝国, 他不得一步步妥协于首相。 Sir Viscountry, 希望你能努力作战, 为打败德国而努力。 乔治微微一笑, 李璧, 齐六金也恢复了平常心, 不再屈辱。 这张牌还是要打的。 尊敬的国王陛下, 我会的, 相信最多几个月德国人就会投降。 感谢你的良言。 呵呵, 陛下, 我德国内有情报人员, 他们就要内乱了。 我君必定能所向披靡, 齐六金只能这样说, 反正他自己知道历史, 向自己脸上贴金是应该的。 太好了, 齐, 你真是有先见之明。 你真是有先见之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